大家好,我是台南微光眼睛的長工 今天這個畫面我發現不太一樣了 不再是看到一個很無聊的桌面 跟兩個動來動去的手 目前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這是我店裡面燕光室的視力表 那為什麼會想拍這個影片呢?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現在目前真的很多人在推廣 有關於自己店裡面用的是什麼儀器什麼的 那我這邊特別做一個介紹 我店裡面所使用的視力表 是我個人覺得 以我從我當學徒到現在 玩過大概應該將近有十種不一樣的視力表 從幻燈機的到現在這種液晶螢幕的 我覺得最好用,而且功能最強大的 那也跟各位來做一下介紹 那當然,我的影片裡面其實也還蠻多 讓我蠻訝異的就是說 還蠻多跟我們同業的朋友 也有在看我的影片 那也很感謝你們的支持 包括從 從有中國的,有馬來西亞,有新加坡,香港都有 這個視力表是由王老師他自己所設計研發的 那當然,也是希望讓更多的人了解這套視力表 然後他好用的地方在於哪邊 那當然,如果說有同業的朋友 店裡面想引進,當然也很歡迎 這個,沒有不是業配啦 只是純粹一個介紹 因為畢竟,王老師是我很佩服的一位老師 他在我們台灣世光 演示光的一個貢獻真的是不遺於力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邊下面有一排字 微光眼鏡台南核尾電視覺檢測系統 也就是說,這套他的視力表 他都是針對於你每一家眼鏡行的 驗光室的驗光距離 還有你的環境 包括你的亮度 他都可以做一個量身定制 他會針對你的環境來做一個選擇 那OK,我們現在來大概了解一下他有哪些功能 還有說他有哪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是我會覺得特別好用的 我們先來看這個視力表 當然,他光用視力表 我們就是這種視標 他就有好幾種不同的 視標的一個種類可以供選擇 像這個是最常見的大一 然後呢 OK 再來,數目字 OK 或者是圓圈的缺口 OK 當然有些小朋友需要圖案 那當然這個都是有各種大小 然後再來呢 像這個比較少見 這個就是用手掌 那也是看那個手指頭的方向 有時候再跟小朋友做一下互動的時候 會稍微更好一點 那再來這個就比較少見 這個叫做射盲 OK 有沒有看到 你就也可以很直接去測 不用再另外再拿那個射盲檢測布 直接在視力表上就可以做一個檢測 OK 那再來呢 我們先從驗光的部分 我們從之前我講過的 驗光染人幫裡面的一個驗光的一個步驟 像第一個 紅綠平衡 那 紅綠平衡 它 這個為什麼 紅綠平衡 這個時候我就要講到 液晶螢幕的一個重要性 像我們早期用的是那種換燈機 像各位朋友 如果說你到眼鏡場去驗光的時候 以前有些 你在驗光的時候 它是燈光要關暗 是那種換燈機打在牆壁上 那 它的其他視標其實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在紅綠平衡上面有沒有 第一個 它的顏色比較沒有那麼飽和 所以在紅綠平衡判定上 有些客人會比較難以去做判定 他會覺得好像都差不多 但是如果說在這種 液晶螢幕上 它顏色比較飽和的情況之下 它就可以真的比較容易去判斷出來 而且它的紅綠平衡 它也有各種不同的視標 像這個 譬如說這個客人的視力值是比較差的 我們可以看比較大的視標 讓它比較容易分辨 有非常多個 那紅綠平衡完 我們再看閃光的部分 這個也很特別 就是說 我們在測量閃光的放射線圖 我相信這個幾乎 目前我還沒有玩過 有視力表示放射線圖 是有很多種 像它的放射線圖有非常多種 這麼多種有什麼作用呢 第一個跟每個燕光師的習慣有關係 還有一個什麼呢 有時候這個放射線圖 我們在遇到一種 遇到一個客人 它的閃光是比較淺的 比如說75度以下 它閃光可能是50度或者75度 它在看這個放射線圖 它會比較難辨別 那這個時候 有時候我們就會測試看看 這個你不好分辨 然後我們換這個 換這個 換這個 你有沒有哪一個 你是比較容易去看出來的 這個 然後再來呢 像這個 是交叉圓柱鏡使用的一個視標 那目前市面上看到的 都是像這個黑點 可是 我們有些人 他對這個黑點 我們常常問說 當然我們在鏡片翻面的時候 哪一個鏡片會比較清楚 有些人他對這個黑點 什麼叫清楚 他的概念不是那麼 他會覺得有點模擬兩可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換什麼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換什麼 就是我們看國字 這個字比畫這麼多 它會比較容易辨別 或者是在看像各式各樣的小視標 或者是黑點是改成是菱形的 尖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個尖角有沒有 有時候就比較容易從那個尖角的清晰度 去分辨 各式各樣 所以這個都是目前市面上的 視力表比較少見的一些東西 那包括各種視標 我們也都可以 單一個 或者是直排 橫排 它的那個功能性是真的非常多 或者是你也可以這個樣子 比如我們現在開視力表 旁邊再多一個紅綠 一個輔助 這些它的功能其實 目前在這個 我們在度數的測量上 是非常的一個完備 當然 雙眼式的部分 這個 各式各樣都有 非常多的 這個就變成會看到 每個人的個人的使用的習慣 那比較特別是也是市面上 比較少見的就是這個東西 立體式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好像一個馬賽克的東西 其實它這個是需要 我們搭配紅綠眼鏡去做 我們就可以看出 我們當度數矯正完 雙眼視力的一個完的時候 一個立體式的一個檢測 那它就可以測出說 它的立體式是不是OK 它會有各式各樣的一個 一個就是明顯或者比較不明顯的 一個立體式的一個視標 然後再來 衛視視點圖 它有各式各樣 包括這個 我們雙眼視在測量 那這個也是王老師 他自己首創的一個 對齊鈴鏡量的一個測量 我覺得這個也真的相當好用 那這邊大概是厭光的部分 那它還有一些比較 真的是很好用 很特別的地方 就今天譬如說 我們要再跟客人 我們要跟客人解釋說 到底什麼樣是一個 近視的情況 其實大家都知道什麼是近視 可是對於近視 會有一點點 那種一知半解有沒有 那這邊就是有 它有關於在眼鏡 專業方面的一個情況 在像近視這邊 而且它這邊就是用一些動畫 來呈現 然後我們可以很 很輕鬆的跟 跟客人解釋什麼是近視 然後受測者他也可以更了解 很具體的去了解到 到底他的眼睛的情況 是什麼樣子 當然像我們講的 軸性近視就是說 遠方的平行光線過來 經過角膜跟水晶體的聚焦 它會落在視網的前面 這我們稱為近視 照常看東西不清楚 OK 那還有遠視 也都有 各式各樣的一個 還有閃光 這個動畫可能在畫面上看的 不是那麼清楚 這個真的 因為還要搭配我們的一些解釋 就可以讓更了解一個 閃光的一個情況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然後還有老花 對不對 甚至還有一個更強大的 這邊後面這個就會變成 會比較屬於什麼呢 我們眼鏡從業人員在使用 會真的好很多 它這邊會有特別的一些情況 包括隱形眼鏡 這個 我們通常搭配滑鼠有沒有 點進去 它就可以看 這是隱形眼鏡處方的換算 當然 這個 真正這個隱形眼鏡處方的換算 對我們一個 合格的燕光線來講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 基本的東西 但是有時候懶得算 這個直接帶一帶 就是懶人包 很清楚 包括你要 軟式處方 或者是硬式RGP的處方 都會出來 OK 然後 像弱勢訓練 臨近的處方 然後比較特別像這個 像這個折射率 這個就是說 譬如說今天 我們有客人 他在想問說 譬如說他的 他的舊眼鏡 然後他想了解說 我這個舊眼鏡原本用的折射率是什麼 那這個其實 一般我相信 很多人都會有這個問題 那怎麼樣去測量呢 就是說 用弧度量出前機弧跟後機弧 我們就會知道 譬如說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前面前機弧是 這邊 然後這邊是-1 我們Enter下去 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這個 你這個鏡片 我們的前機弧跟後機弧量出來的弧度 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我們去測量這個鏡片的度數 譬如說這個鏡片度數量出來是500度好了 那可能這個鏡片 它的折射率就是1.67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是這個 僅供參考 因為每一家廠牌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代公式用光學的公式去算出來 可是每家廠牌的設計 我在測量的經驗是說 還是會有一點點誤差 但是 這只是一個參考值 這個還蠻好玩的 包括 的話 晶片有多厚 就是說 你的距離多少 然後你的度數是什麼 然後中心厚度 測量出來之後 它的厚度會有多少 譬如說 我們今天講 近視500度來講 如果你用1.56 你的做出來旁邊會有5.9mm 那如果你用1.67 做出來只剩下5mm 大概 這個 我是覺得還蠻 這個是比較好玩一點的東西 所以 它有各式各樣的一個東西 包括像 視網膜鏡 它的檢測方法 它都會在裡面 都會做一些詳細的介紹 所以 這些我是覺得說 這個視力表 我在使用上 它是真的 功能上是真的非常的強大 如果說 你真的好好去運用 它是還蠻好用的 譬如說 像我們在看 這種紅綠平衡 然後如果說客人的視力只是比較差 怎麼樣都沒有辦法分辨 它還可以放大 有沒有 還變大一點 這樣看不看得到了 或者是小紅縮小 這個都是視頻上比較少見的一個 一個功能 所以 之前拍這個影片 只是跟你們說 因為 因為我們真的是有遇到一些消費者 他 他對於儀器方面 他會有一個品牌的迷思 就是說 國外的月亮比較遠 OK 但是其實 與我玩過這麼多 包括一些知名品牌的 我都有玩過 那 其實各位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以我這樣介紹之後 你們會發現這一套 它第一個 它完全針對於我們 我們台灣 就是第一個 近視王國 再來說 我們會有需要的一個情況 去做非常量身定製的一個 就是針對我們設計 所以 它 包括有很多功能 都是真的是 王老師偶心力學之作 它真的是 把它 畢生這樣子 好幾十年 厭光的經驗 把它設計在裡面 所以 有時候客人才問我說 你視力表 他們都知道 你這麼推崇德國晉片 那為什麼你視力表 不用德國 其實蔡思義有跟我問過說 要不要去使用他們的視力表 那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 視力表 目前這套是我用過 我覺得最好用的 也是功能最強大的 那當然 我就不會去考慮其他的視力表 所以 當然 在看影片的各位從業人員 這套視力表是真的還蠻好玩的 有興趣的 當然 不要找我 跟我沒關係 你可以就是直接搜尋 網路上搜尋王老師的視力表 應該就有了 可以自行跟他們做聯繫 而且 價格 我個人覺得 比一些知名品牌來講 親民多了 好啦 現在這不是工商 只是跟大家介紹 不管 觀看這部影片的你們是 一般的消費者 就可以知道 我們用的這套視力表 如果你好好的運用 它是真的可以很確實的 把你的度數很精準的測量出來 當然 如果你是眼鏡從業人員 這套視力表 你也可以參考看看 它對你的幫助是真的很大 謝謝各位